今一本视频纪念我的童年 那是一段狭有遗憾的幸福时光 yo大家好 这里是洛晨 欢迎来到偷星九月天 剧情时间跨度最长 人物塑造最丰满 故事情节最丰富的巅峰篇章 海皇博赛东篇 在这个篇章中 前期大部分的铺垫和伏笔 都会在此画下句号 三四月感情的进一步深入 刘欣对于小雪的第一次告白 莉莉丝在于绝境中的又一次反杀 悬跃一切阴谋背后的目的 都会在这个篇章中揭开 视频的开始前求一波三连 三连组合过一万 继续给他带来下一期的 偷星九月天全剧情梳理 上回书中我们讲到 文曲以命博命 自施乐园就波波娃 十月贪狼轮方上阵 抗飞红三号 流星绝境服地狱之血 成功反杀 莉莉丝梦中续情食狼 流万事佳话 因俯下地狱之血 不受控制的流星 在十月的帮助下 暂时陷入了昏迷 昏迷中的流星 受到了九月的细心照顾 但醒来之后的流星 依旧处于地狱之血的控制下 他对九月大打出手 幸好关键时刻 聆听到了九月的呼唤 流星强撑着 通过意志战胜了地狱之血 其实力也得到了巨大的进步 恢复清醒后的流星 与贪狼讨论着 小雪究竟是不是九月的这个话题 经过一番试探 果然还是毫无收获 这两个单纯的笨蛋 怎么可能会看破九月的伪装 随后众人齐聚会客厅 他们收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救回三月四月 原来VV学院众人 在电视机上看到了 他们参与地下格斗赛的三月四月 此时的三四月 成功解锁了第七感 但状态怪异 就像提谢墨一般 受控于背后的财阀金老板 经过一番短暂的截逐 二人轻松战胜了其他选手 为金老板获取了 前往波赛东的船票 波赛东是一个没有法律 没有约束 只信仰力量的特殊国家 它作为一个无边的游轮 漂浮在海上 不受任何世俗规则的限制 这里每过几年 会举办一次格斗大赛 参赛的胜者将会成为 这个波赛东的海皇 掌握整个城市 面对就出三月四月 这个艰巨的任务 众人都选择了参加 只不过刘欣的情况特殊 她申请回家 去看望一下小雪 毕竟这一次若不再相见 不知道下一次 又要等到何时了 在刘欣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她的好兄弟们 把公司经营得有模有样 让刘欣都大感惊讶 感慨于或许自己不在 同伴们也能过得很安稳 这让她感到了放心 走到了小雪门前 刘欣停下了脚步 望着手中准备送给 心爱之人的淘心戒指 纠结不已 她担心这份礼物 是否过于暧昧 但若这次不送出去 不知道以后 还有没有机会 轻轻推开门 眼前的正是心爱的女孩 可二人还来不及叙旧 小雪就突然遭遇了 安保公司仇家的偷袭 此时的刘欣 早已不是当初的菜鸡模样 轻松施展云动权 击败了愚蠢的路人反派 宛如白马王子一般 帅气地救下了小雪 向下 刘欣准备向小雪表白 可意外的是 那枚花光她所有积蓄的礼物 却在刚刚的追逐过程中丢失了 小雪表示无所谓 弄丢了 那就算了吧 这是最重要的一次表白 刘欣可不肯这么服输 灵光一现 她通过第七感 在天空中画下了一个大大的爱心 这份热烈的爱意 即使隔着机器人的眼睛 小雪也切切实实地收到了 这里补充一下 在第一期背景故事中 我们粗略地介绍了下 玄月和预言家莫丽卡的爱情故事 画面中的女孩 是预言家的妹妹莫妮卡 她手捧一束白玫瑰 来为姐姐扫墓 意外的是 玄月也站在墓前 墓上已经放了一盆白玫瑰 你还记得姐姐最喜欢的是白玫瑰啊 玄月眼里饱含温柔和爱意 这是她之前从未表现过的神情 地下格斗场中 以十月为首的黑月战队 轻松击败了其他选手 获得了前往波赛东的资格 另一边 劳摩丽丽丝在与十月交谈后 放下了曾经的阴影和牵挂 重新面对这位杀害哥哥的凶手 金老板 这次她的目标是 救出三月和四月 随后 莉莉丝在大楼内和三月四月展开了交手 战斗过程中 她发现三月戴上了面具之后 变得六亲不认 居然连她幻化成的十月也能痛下杀手 眼下 莉莉丝并不是三月四月的对手 且换书艺能对他们没有作用 她还需要进一步的潜伏 寻找机会 破解面具的方法 可金老板没给她潜伏的机会 她看上了莉莉丝奇特的艺能 立刻吩咐手下的面具师给莉莉丝戴上面具 从而控制她 此时莉莉丝遇到了极难的选择 如果她现在施展幻术 还有机会能击杀金老板 并且最后还能逃生离去 但如果就此放弃 三月和四月无法解救 十月面对曾经的兄弟又该怎么办 生死抉择下 她决定将最后的幻术 残于胸口的别针之上 进行赌命的一搏 戴上面具后的莉莉丝 果然也成为金老板手下 任人操控的傀儡 话说这一场景 真的给当时年幼的我 心灵上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一个面具居然能控制人的心智 就像什么奇怪的催眠APP之类的 再加上莉莉丝又那么的可爱 不出莉莉丝的预料 富有幻术的胸针被面具居拣了起来 光芒助闪 她陷入了莉莉丝部下的最后幻觉之中 苍越这边受到了葵的帮助 她送给了苍越一个名叫 九神之吻的造物 这件物品可以控制住 人体内的酒精浓度 从而让苍越保持成最佳状态 为了能稳定自身的形态 苍越答应了波波娃的请求 带上了九神之吻 并测试了身体情况 顺时 苍越身边兵器环绕 充斥着强大的力量 训练场的机器人 不过几个刹那便被破坏殆尽 促成了这股强大的力量 让波波娃很是惊喜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苍越居然膨胀了 她不顾魁的劝阻 直接打开了时空之门 准备以一己之力 单挑玄越及其他舵天使 舵天使这边 总司洞察到了苍越的到来 赶忙召集了所有舵天使 准备与冰之苍越决一死战 冰之巨龙上 苍越遇龙而行 巨大的冰锥 狠狠地打击着万计的 孙种舵天使 在苍越的一片屠杀下 不过树袭 孙种舵天使便死伤殆尽 面对此等危机 总司命令海因瓷 刘梨 刘沙和阿切彻四人前去阻拦苍越 并未拖延更多时间 还向他们隐瞒这场战斗 只有一成不到的胜率 英文在这绝对的实力面前 正面的抗衡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们需要借助一股特殊的力量 那是一个被废弃掉的 孙种舵天使 苍越这边虽然受到了海因瓷 两百倍重力的影响 脚下的冰霜飞龙 硬生化解 但他本人的行动 没有丝毫减慢 曾经让石越等人 吃尽苦头的舵天使 在苍越的面前 竟是如此的无力 伴随着苍越的吟唱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四人的防御 被青刻间攻破 此招威力极大 即使只是少量的余波 也差点让室内的猫女卡门 难以招架 苍越一路势如破竹 杀戮了罗亚国的总统府内 可是府中早已空无一人 只站立着一个打瞌睡的孩子 苍越手持冰锥 上前询问情况 就在此时 那位孩童两眼一睁 与苍木四目相对 姐姐 你在叫我吗 骤然间 苍越便不受控制地倒了下去 这便是总死的最后杀招 异能 永恒的睡眠 一代版本一代神 即使强如苍越 也遭到了不可抗力的剧本杀 而VV学院这边 因为苍越的莽撞行动 而焦头烂额 但波赛东一行 救出三月四月的这个任务 不能改变 于是众人决定兵分两路 由九月 十月 一月 流星和破军 前往波赛东 而靠谱男人 潇洒哥 则独自一人前往去 救出苍越 出发的邮轮上 漂亮的小姐姐 向众人介绍着参赛的规则 在波赛东大赛中 由于贯彻波赛东 女性维持血统 男性带来力量的核心理念 每组参赛队伍的队长 必须是男性 最后胜利者的队长 将成为海皇 迎娶皇族公主 邮轮上 男生们讨论着 成为海皇 迎娶公主的闲话 而女生们则撞见一位 不速之客 玄越 对于玄越的到来 九月很是谨慎 但玄越并没有动手 还偷偷地告诉九月 他们也是来寻找 三月四月的 说完此话 便转身离开 九月面对着玄越 似乎有意的到访 有所深思 这件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博赛东号 还藏有更大的秘密 随后九月将 遇到玄越的消息 告诉了其他人 为了防止玄越 意外的偷袭 众人选择了睡到一起 刘欣和十月 甚至上演了激情一幕 而破军在此期间 向葵寻求了一份 能恢复第七感 维持一小时 全胜状态的 APTX4869解样 夜晚 玄越阻止了手下 对黑月铁骑的暗杀 他只想欣赏 这稍纵即逝的美景 突然 船体一阵摇晃 生活在波赛东海域里的 海蛇 向游轮发动了攻击 剧烈的震动 不仅打断了 赏约的路西法 还让原本处于 梦乡之中的一月 被甩出窗外 不幸掉入海里 面对强大的海蛇 众人的救援 显得有点慌乱 正当十月准备出手 舵天使夜阴 阻止了他的攻击 路西法大人已经下去了 不必你出手 只见平静的海面上 骤然升起了 无数道利刃 轻易地贯穿了 蛟龙的身体 而玄越则是 温柔地抱着 哭泣的一月 向着岸边缓缓走来 怀中的一月 很是不解 这不像是 冷酷无情的 路西法所做的行为 而像是 温柔的玄越哥哥 如果目标 是为了杀了我们的话 你为什么救我 一月不解地问道 玄越在心中暗响 为什么 或许玄越表面装的 冷酷无情 但一看到一月 面临的险境 不由自主地 就马上救下了他 但嘴上还是冷冷地 对九月说道 这次不必客气 但下次见面的时候 也许 就会取你们的性命 随后便转身 潇洒离去 十月对于路西法的态度 很是恼火 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黑月岛的血战 我一定会讨回来的 几经波折 众龙终于来到了波赛东 可是这里的景象 让大家大吃一惊 女孩们疯狂地倒贴 追求着强者 一切的问题 似乎都可以通过暴力解决 整个城市显得混乱无序 并且在这里 他们发现了另一对 强大的势力 为首的人和十月有些相似 会操控蓝色的火焰 还提到了与 K先生相关的事情 这让九月很是在意 波赛东的夜晚 暗流涌动 各个参赛选手早已按捺不出寂寞 摩拳擦掌 强壮的路人甲凭借着勇猛的力量 已经战胜了多个对手 对此 他骄傲不已 这时一个黑袍男子向他发起了挑战 只不过一个照面 路人甲就要被黑袍男子吸收了半只手臂 这股力量在黑袍男子口中 似乎是一种不够完善的第八感 原来他就是K先生 这一次他一赶黑月岛时期的机械身躯 以全新的面貌卷土冲来 并且他还通过黑月铁骑的基因 培养了全新的手下 暗月铁骑战队 他们的目标是杀死黑月铁骑 获得波赛东的冠军 至于路西法 还需要等到K先生第八感完善 才能给他致命一击 这个计划 他已经等了成正一万年 当月亮再次染红之时 便是地球的毁灭 跟随着黄金二号到来此处的九月 偷听到了部分的计划 正当他思索K先生的阴谋之时 却没有想到K的洞察能力极强 一下就发现了躲在暗处的九月 九月剑行踪败路 赶忙逃窜 先通过滑翔翼作为诱饵 暂时逃过了一号等人的追杀 后通过了美人计 避开了直接与黄金二号交手的险境 只不过与九月的频繁遇见 还是让黄金二号心有怀疑 他偷偷地在送给九月的鲜花里 藏有了窃听器 只不过这种小伎俩在九月面前 只是掰门弄斧 在搞窃听方面 他可是大名鼎鼎的怪盗九月天 直接一招借花献佛 把递来的鲜花连同窃听器一起 送给了摇滚歌手 这可把黄金二号吓了个半死 视角来到破军这边 老色批破军自然不会放弃 这个恢复帅气身体 邂逅女生的大好时机 但一小时时间 毕竟短暂 两人刚情意震农 破军就不得不匆匆离开 大桥上破军哭诉着自己的悲惨人生 却被路人当成了事 准备亲身 闹了一场乌龙 导致了二人先后掉入水中 正当破军准备发火 多管闲事的路人时 却发现此人眉清目秀 色心见起 可不料这人竟自称纯爷们 名字叫做西西 是之前VV学院小资的土地 从此破军对于自己喜欢上伟娘 留下了巨大的隐名 只不过带回来的西西 性格豁达开了 很快和众人打成了一片 并且他自愿成为了 黑月战队的导游 介绍起了这里的故事 在波赛东 出生的大多是女孩子 而男性基本上都是外来者 成就了岛上力量为尊的境遇 更疯狂的是 这里的比武招亲制度 最强的人可以迎娶美丽的公主 并成为统领一切的海皇 这项制度虽然看起来美妙 但却有残酷的背景 海皇与公主不能相爱 因为在两年后的比赛中 原先海皇如果落败 公主将会加给新一任的海皇 但反抗和爱 就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诞生 第一次参与选情的小公主 爱上了这位强大的海皇 可美好的时光是短暂的 两年的时间 眨眼已经过去 他们的感情置身 已经再也无法分开 在大赛开始前 两人相约一起 离开这个混乱的地方 但他们的行为 违反了波赛东的信条 受到了这里人们的强烈抵制 即使海皇实力强大 但寡不提众 最后海皇为了给公主脱罪 选择了自断经脉 痛苦的死去 只不过面对此等疼痛 她死前还面带着微笑 就像她和公主 最初相识的模样 而公主则被有心之人 囚禁在叹息之道 作为可悲的工具 等待着下一任海皇的来临 在这个部分 波赛东海皇故事的引出 成为了这一篇章的主线 帮助西西成为新任的海皇 使公主脱离哭喊 由于时间有限 大家催更的声音又过于热烈 怕不是再不更新 就要坐飞机过来打我了 近期开学真的很忙碌 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 做出了这期视频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等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